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老师好 是这样子啊 我把今天我在前面前把这个问题稍归纳了 第一个是中美问题 第二个是两岸问题 我们先从中美问题开始谈起好了 最近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中美问题 应该是美国的现任的大使 他突然宣布他10月要离职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外交一定是从张老师开始 张老师麻烦您开始跟我们谈谈这个事好吗 我觉得这事情对我来说是感觉到十分突然的 因为中美关系虽然不好 可是你还是要一个外交通道 能够把双方面的想法进行交流 那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驻华大使呢 跟习近平关系不错 当然他也是川普人民 应该跟川普关系也不错 不过我想到底这件事情是谁发动的 是这个大使自己不想干了 觉得在这儿没成就 这个三年来中美关系是每下一框 然后他呢也做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最近投书给人民日报又被拒 所以我想他自己有一些挫折感 那么不管呢 不管未来这个谁当选吧 即便川普当选连任的话 他也未见得还会留在这个位置上头 所以与其到后来被换掉的话呢 他觉得在现在这个低潮之下 那就自己退了吧 这个比较比较就是说 还有一点这个台阶可下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其实是美国川 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国务院 就是川普国务院和这个大使之间 有过沟通的 那么就是用这个非常不珍贵的这种方式 经过这个推特来发一个文说 我的大使要离任了 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国务院没有任何多一点的这个陈述 为什么这个时候离任 所以这里头呢就有一些 可能所谓的阴谋存在了 那有可能就是说我用这个不着痕迹的 这个降级这个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 因为大使现在走了 很显然目前要再派个新大使去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这个新大使要征求 征求这个中国政府的同意 那这个征求同意就需要一段时间 而选举已经迫在眉睫 不到两个月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所以新大使是不可能去复任的 连任命可能都任命不出来 所以那自然而然的 这个目前的大使 这个离任回国之后 那么就是由他的 这个管理头最资深的人来代办 所以那就是变成由大使级的关系 降为代办级的关系了 那这个凸显出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这种恶化 那么这个状况呢 我想也是川普所乐见的 因为川普现在是跟这个拜登两个 在反中的在这个仇中的这个政策上头 是进商飙车 看哪一个是更敌视中国 更能够打击中国 所以这一招呢 我觉得这个后面这种可能性呢 其实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你说大使自己眷情了 说我告诉你我要离任了 这个是在外交上头很少有的了 所以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内威 外交当然就是国家意志的展现 所以我很同意张老师的看法 显然就是川普在选举布局中间 他必须要在美中关系这里稳稳的得分 因此呢他也许在控制一些不可管控的因素 那么目前他手上可以管控的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发出来 零力的连环招的就是在经济跟科技战上面 就是全权到位非常有把握 那么军事跟外交的部分呢 说得多达政的少 虽然他有很多自由航行行动 也有很多跟亚太地区盟友的各种的关系 但是真正达政的毕竟还是少 所以如果要在美中关系中间 正如他在整个中东局势 以色列关系这里得分的话 他一定要管控一些他觉得不是很有把握的因素 或者是他要增加他最后的绝对的掌控力 这跟我们在台湾看到 蔡英文很快的就换了驻美代表 情况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在未来的这一个月中间 一两个月中间的差不多50天 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川普的9月惊奇 跟10月惊奇 而且这些拍案惊奇的事情 一定是跟对于中国产生更极度施压的手段是有关系的 所以简单的做个小结的话我觉得齐天大胜了 他现在是在打乱全球的市局去做出他自己最有力的选举态势 因为世界越乱 美国的总统就看起来越presidential 你刚才说会有更9月10月会有更怎么样 更大的打击 我觉得他有很多极限施压 比如说我们拿9月14号在华盛顿签约 就是中东的两个国家 巴联酋跟巴林跟以色列签这个关系正常化协约 你就知道 他中间几乎没有给整个的国防外交国家安全体系 任何阴影的时间 就是他一下子翻牌 就有点像我们打桥牌的那个Trump card一样 他一下就打了他的Trump card 然后马上就立刻就发声 所以如果他在跟拜登相近用筹外反中 来作为选举的主轴之一的话 那么显然最后的50天中间还会有更强硬的手段 而且我认为他翻牌的时候 不会给你很大的时间阴影 他翻牌就是最后就是摊牌的时间 就是决战的时间 张老师您的看法怎么样 对中东这些事情 中东这个牌我觉得是Trump可以比较得心应手的 因为他得心应手很简单 他就是跟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 而且也不算是大国 阿联酋跟巴林 那他们就是跟他们沟通好了 让他们跟以色列建交 那么他们把许多的因素 许多的障碍都排掉了 比如说他们没有去谈说 你们对巴勒斯坦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这些都略掉的话 那把这些东西问题都略掉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谈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想雷委员刚刚讲到的所谓 9月10月惊奇 其实就是说有些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中东这个外交情势的转变 是我们没有料想到这么快就发生的 他不仅是这个是刚才讲了 他说是对阿联酋、巴林争取成功 而且他对这个塞尔维亚跟科索沃 他也是成功的 这个在外交上头他也得分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旌旗 那么另外的话我想还有很多的旌旗 譬如说这个美国的卫福部长来到台湾 那现在马上的就是他的这个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 也要来台湾 那他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同时在把这个驻这个北京的大使 允许他离职之后 然后又派了很高级别的官员到台湾来 那么有些企业家的嗅觉很敏锐 像这个林博石他就讲 他说因为他们被通知了说 当这个国务次卿来台湾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座谈 那但是台湾的企业家我看起来也不是很笨的人 所以除了林博石他要去参加之外 其他几位这个大概都不会去 那显然他来做什么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牌当他掀开来的时候 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不可思议 因为现在坊间有很多猜测 说他是降级这个美国与北京的关系 但是要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台北的关系升级 会不会这么做 那这么做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 不可预知的一个乱局 我们都不晓得 但是对川普来说 怎么做能够有利于他的选情 因为他其实现在的话 他自己我相信有危机感 在民调上头来讲 虽然已经赶上来了 但是跟拜登之间还有一点差距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万事以选举为先 我用各种的方式来拉抬我的选情 如果我真的是选上了没话说 我选不上的话 我早已经在国内放话了 这个选举不公平 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布局 你都可以知道 还有很多可能他可以打出来的牌 让大家瞠目结舌的 但是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当选 因为只有当选 他才能够持续的来推展 他的这种各种各方面的政策 我听两位这么讲 我自己真的有一种后知后觉的感觉 这个变化显得是太快了 我是眼花缭乱 而且我最基本上 我还是搞不懂 他这么做在外交上的这种小胜利 由他来解释这个胜利 从巴里尔斯坦的角度来看 就不是胜利了 那当然不是 对选举真的有这么样的效力吗 对他自己的选利 因为除非这是一个很大的外交上的成就 你可以教其妻切对不对 这么小程就对美国的国内选举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雷委员 雷委员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还是说宁愿做了再说 效果怎么样 以后再说 我认为川普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算师 始终在美国这么久 你看选举 这一次的选举看来都是要回去巩固基本盘的对决 就如同川普在被国会弹劾的时候 最后还是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 护了他周全 所以说他必须要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 对于在美国的基督教犹太主义 做他基本盘巩固的事情 所以这些时间点 就是刚好放在Rosh Hashanah之前 签约的高度的仪式性 都是非常精算的 那么虽然我们都知道 他遗留了两个重大问题 是没有解决 第一个重大问题 是没有讨论two states 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 两个并存的这个solution 到最后是怎么解决 只是暂时的定了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说暂时不把西岸纳入 就是说他把一些最困难的问题 就是留待历史来解决 就搁置争议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 是他在成立一个 整个中东部分的反伊朗同盟 那反伊朗同盟既然要成立 他就显然必须要提供一些最高阶的美国武器 譬如说巴联球一直要的F35 如果给了巴联球F35 就违背了他原来承诺 以色列一定在美国 不是他个人 是美国承诺以色列 一定会有比周边国家更高阶的军事武器的这个承诺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在做这个非常大的精算的时候 他的仪式性 他的时机点都是有助于他的选举 但是后面会不会留下更多的历史问题 有没有推翻美国的以前的承诺 都不是在他现在的考虑之中 张老师我的感觉是投机取巧 难道选民看不出来吗 难道选民真的关心这件事情吗 还是那句话 有用吗 我想因为川普对川普来说 现在能做多少做多少 因为他的内政是彻底的失败 对于疫情的这种控制不力 然后造成的这个确诊的人数 还有死亡人数都是全球最高 那他甩锅其实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 也甩不掉 就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通通推到这个中国去 所以疫情的失败 还有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 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的处理的失败 让这个鸿沟越挖越深 那这些他不是他短期内所能够解决的 所以内政上都得不了分 所以就必须朝外交方面去想出路 那么这外交上头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 就是川普的政策也不算成功 譬如以唯独这个中国来说的话 在他的东亚的这个盟国 日本和韩国来讲的话 他争取可以说并不是得到权力的支持 事实上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从经贸的观点来讲 从安全的观点来讲 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得罪中国大陆 那么就欧洲来讲 他的盟国也是一样 当然除了五眼联盟的英国 还有其他的要对他亦步亦趋之外 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 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话 是对这个美国很有意见的 所以不论是在5G的这个采不采纳的问题 或者是在其他的 就是要不要就这个其他的问题来追究 比如说香港啊 台湾啊 甚至于这个新疆啊 等等议题 欧洲有一些跟进 但是跟进的步伐 并不是那么一步一趋 所以他在这些重要的外交事务上头 其实他花了很大的心力 但是得到的成就 是并不很明显的 所以他现在才会把注意力转到 譬如说巴尔干上头的塞尔维亚 克索沃之争 至少让他们两个平息了下来了 虽然塞尔维亚没有承认克索沃 但是至少他们是维持现状了 那塞尔维亚呢 又把他的这个 跟以色列的关系改善了 再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他在这个中东的这些国家的争取 争取这个阿联酋 巴林等等 来建交 好像突破了中东的一个困局 虽然这个 这些外交上的成就 其实是 不是那么大 因为中东问题还是在那里 你没办法说 你看埃及也跟这个以色列签约了 也有正式外交关系 约旦也是一样 可是对中东的问题有什么帮忙呢 这两个国家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呢 他就是说 我都没有成绩没法交代嘛 所以我这一点做了之后 至少国内有看到说 我在外交上有一些成就 所以我觉得 大概就是不无小补了 所以从这个选举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这个争取到犹太人的全面的在国内的支持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川普来讲 他是觉得会比较心安的 就是像雷委员刚刚讲的 就是说 我至少要巩固我的基本盘 共和党的基本盘我要照顾 照顾他们的情绪 也要鼓舞他们的情绪 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不想出来投票 我想有关于这个是否有效这个问题 我想可能是我多虑了 因为以川普身边的人 他们一定经过很多很多的精算了 他这么做 不敢说一定有效 至少不会有反作用了 至少做做看 总不会有太多的成本在里面 我想支持他们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如果你看到社群网络里头 有许多的很有名的大的穆斯格拉比 在积极的说 其他对于川普的攻击 包括疫情不利 都是一种阴谋 要叫他不要相信这个阴谋 而且要继续支持川普 你就知道 在我们所不知道的 这个台面下的社群媒体里面 他是有非常庞大的发酵的机会 对 但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 已经organize好的一种行为 这个也很容易想见的事情 还是要巩固基本牌了 你基本牌都没有 他就不能往前走 对 不巩固基本牌 你就不要玩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谈到这个中东的事情 我在节目之前 我看了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美国不会允许伊朗 接受中国和俄国的武器 这个话说得很武断 但是为什么他怎么样不允许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两个国家 事实上就是世界上 唯一对他 对美国不太加以辞涉的 两个国家 所以说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把话题转到 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TikTok 我们还专门 批了一个节目 谈到TikTok TikTok出售 现在我说是有变数 但是现在呢 好像15号 就是今天还是明天 Trump就要签署一个公文 就是同意这个 这个 这个transaction 然后 这代表什么意义 雷文言 我从你开始 开始谈起好了 好像三方都赢 有些评论说三方都赢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大赢方 当然就是原来TikTok的 一些国际投资人 当然我认为把TikTok 打出来当一个重要的稻草人 来死党呢 表示了美国对于中国 科技发展的软实力 开始有了一些忌惮 过去他只是说 中国国家级的骇客 一直在侵犯我们美国的企业 或者是政府 可是TikTok是一个 民间发展的软实力 而且他的成功是因为 美国人拥抱他 他想出来的方法 让大家觉得非常容易 他颠覆了过去 以文字为主的社群 以图像为主的社群 而进入了 以影像为主的社群 所以他在这种方面的突破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做个案研究 但是我觉得我们反过来讲一讲 以前当美国人在全世界 开始做脸书 Facebook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说 你到了我们国家来 用你的演算法 拆却取了我们所有人的个资 影响了我们的头脑 当他们开始发动YouTube的时候 他也大大拉拉的 走进了全世界的每个国家 但事实上美国 有没有在背后收集资料 用演算法来做推播呢 当然有 不然的话脸书跟YouTube的 这个分润计算是怎么做的 他的分润计算计划的修正 是怎么做的 所以美国可以做 但是其他国家不能做 这是非常明确的双标 那TikTok就是踩了这条红线 当然也有人说 是因为川普恼羞成怒 他有一次在他的这个 肇事大会中间的最后的结果 大拉出他的所料之外 可是毕竟TikTok做的事情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他只是比美国人 更先一步的去找到了 观众的品位 跟观众的喜好 去做出了一套 人们所喜欢的 而且拥抱的东西 我做科技投资 从1992年开始 我们都一直说 科技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那中间需要经过一个政策 去把那些 对于社会有害的东西 要剔除 比如说我们一直讨论的 Child pornography 就是儿童的色情啊 或者是个人隐私的保护 智慧财产权的侵犯 那这些需要经过一段政策 但是最后谁输谁赢 都是在有多少消费者 愿意从自己的口袋中间 掏出钱来去购买 那现在就更简单了 是有多少的消费者 愿意把他手机 或者是电脑上面的 那个有线空间 下载你的APP 来使用你的APP 就是打的就是这个仗 TikTok是第一个 美国大败的仗 因为美国的几个科技巨波 他们想要做的类似的东西 都赢不过抖音的 这个最后的 这个叫做install base 所以他最后 只好用国家的力量 去大力的干涉 而且用了一个可怕的 国家安全的帽子 扣在敌人手上 所以我说呢 第一 他代表了中国科技的 软实力的成功 可是他同时呢 也代表了他在 整个的资本市场上面呢 并不算失败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TikTok从头 他就设计成为一个国际公司 他希望能够从中国 到国际上面去 跟其他的国际大国 是就自己的跳动 是平起平挫的 所以他的 他的梦想 其实就是平起平坐 我们只是争取一个 平起平坐机会的这个梦想 那他进去了以后 他引进了国外的投资人 国外的投资人 到了最后 能够分拆出美国的业务 卖给一个美国的大公司 而获取巨大的财务的 这个资本回报的话 并不算是一个失败 同时据称现在 Oracle就是甲骨文的 这个合约里面 并没有他最后的运算机制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我的核心没有卖 那我就是把我的消费者的 这个资料 就是Customer Base 我的消费群 跟我的美国运作 卖给美国公司 那么还是保有了 他原先的核心 包括他的技术核心 运算核心的话 并不失败 而美国呢 就是川普得了他的面子 他这么大声的 用国家的大刀 挥向一个中国的民间企业 他这个刀下去之后呢 毕竟还是有人给了他的面子 因为Oracle的这个创办人 还有现在的负责人 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嘛 就是有人给了他一个面子 让他这个事情还是说 好吧 现在TikTok 就是我们美国的TikTok 那么我们美国的TikTok 就跟我以前在攻击的 那个中国的TikTok 就有一定的区隔了 所以他虽然没得到什么理智 因为他想要的 其实是运算啊 和推波啊 这最后的这些 比较高级的科技 但是面子得了 这个总统的官威呢 也还是再度的发展出来了 理智没有得到嘛 基本上就是 对不对 就是运算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张老师 我现在把这个问题交给你啊 刚才刘委员谈到的这个 用国安的这个大帽子压下来啊 现在这个事情可以说是 雷声大雨点小 再加上中国政府在 是不是一个礼拜以前 才一个多礼拜以前 他宣布的这个 就有关于他的输出的这个 这个机制 这一把 这个下注下下来的话 对整个的TikTok的买卖 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事情和当初 川普政府 他用国安的这个大帽子 来打压一个 像刘委员刚才 一个外国的一个私人的企业 这个对美国的 我想现在谈这个事 可能已经完了 对美国的威望 不是件好事吧 不可能是件好事吧 其实我觉得 川普根本不在乎 这个什么威望不威望 他觉得威望 是从打压当中 可以累积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 川普在TikTok的这个 事件的处理上头 他是踢到了铁板 因为本来这个张一鸣 来讲的话是很软的 当美国一说 要把它收购掉的时候 他就屈服了 但是因为就像雷委员刚刚讲的 因为TikTok是中国的 在这个科技的软实力的一种展现 他的运算法 他的这个推送的这种机制 可以说是刚好 就是说是非常的准确 而且超过了 就是说Facebook 这些美国企业 所以在这点上头 其实川普是想抢夺了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解夺 但是到最后8月28号 北京方面出台修改了一个 他的这个企业出售的一些类规 就是说你凡是涉及到这个 核心的这个技术 科技 核心科技技术出售的时候 你必须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 那他刚好这个条款呢 就可以说是恰恰好就是针对着这个TikTok的 所以变成了现在呢 美国其实是好像保留了一点面子 其实你所买到的东西 就是一个空壳子 当然现在的这个美国的一些 用户的资讯和这些东西 你可以拿到 可是并没有像你原先所讲的 你原先所讲的不仅是美国 是五眼联盟的这个 在这些国家的这个经营权 都要由美国公司取得 而且要取得核心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呢 他都没有达到 现在的交易只限于美国 不仅于五眼联盟 什么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这些国家 那而且你核心技术也没有拿到 所以我觉得这仗里头 其实大陆打的是非常漂亮 因为他刚好 刚好掐住了那个 他的咽喉 那不像说在其他的科技战里头 像在华为的话 那就是他完全束手无策 所以科技战里头 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有所得 但是你要是持平的来讨论一下 其实我觉得大陆受伤是比较厉害 在软体这个上头 他可能就是说守住了一层 但是呢 他在华为这方面的话 技术方面 他是相信了这个美国的鬼化 就是全球化 所以你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配件 技术可以从全球的市场上头去取得 你不一定每样东西都要自己来研究 来研发 来设计 来制造 结果就上了档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科技战双方的过招里头 不像贸易战 贸易战我觉得 大概美国伤的比大陆深 但是科技战的话 大陆确实是被打到了七寸 刘委员我想谈谈这个Oracle 在这一次的这个交易之中扮演的角色 刚刚你也提到 CNN也提到 Oracle基本上它的顶层是Trump的支持者 Trump有意地把这一辈根交给了这个Oracle 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不懂 可能其他很多观众也不懂 Oracle从中间拿到的一些什么好处 大家可能记得Oracle就是从Database出身的一个公司 它原先就是属于资讯的处理 这么多年以来 它一直没有进入消费社群的这种 比较具有高的资本市场 叫做这个PE值的这些产业 所以它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 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基本功的东西 所以Oracle拿到了TikTok 它可以跨足到了真正的B2C的这一个行业里外 它也可以弯道超车的越过一些它其他的对手 比如说刚才张老师也讲得很好 在第一代的时候 无论是脸书或者是其他的YouTube这些东西 是美国的公司已经有了主导人 到了第二代 我们大家从脸书的文字到了IG的照片的时候 IG也有了别的竞争的对手 所以这两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如果再进去这些战场绝对是红牌 没有什么意义 你任何一个科技先驱的产业 你做第二名就没有什么利益 做了第三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Oracle拿到了TikTok 是现在在Video Audio上面的第一名 那么自然就给了它一个比较大的基础 可以来金月美国的消费使用市场 那这个user base 所有的user base 要比的就是你够不够粘 我们现在台湾常常说一个人一天 可能粘在你的手机 尤其是脸书上好几个小时的那个粘着度 粘着度可以创造最后的大家都在梦想的 闭环的经济系统 马云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 那么腾讯是在用chat 就是用聊天的方式 和游戏的方式也做得非常非常粘 所以说你做出一个消费者 可以粘在上面挂在上面的一个主导者 就有一个建立生态圈闭环的机会 Oracle原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他一边获得了川普总统的一个后门机会 同时也一路的踏入了新的竞争态势 提到这儿我把话题稍微转一下 刚才张老师谈到了关于中国晶片的问题 另外一个大消息就是NVIDIA 这个由华人创建了一个美国的很大的一个chip公司 以40个billion美元40个billion的架构购买了arm arm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晶片的设计厂 不是制造厂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我为什么觉得重要呢 当然我也看了一些评论的 我也同意这些评论的 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这个晶片也会有影响 因为arm跟中国的晶片就有相当程度的合作 现在这个事情呢 如果是arm被美国的公司买去之后 要服从美国的法律 或者美国政府的种种的要求的话呢 那arm就不能够就是很自由的和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 这个晶片业者去做生意 这是一个基本盘 另外呢 他说arm的当初的一个发起人之一 他说这个arm变成美国公司之后呢 arm将失去了它作为一个世界晶圆服务业supplier的一个意义 其实我很同意啊 arm在设计的角色呢 就是一个开放的服务社提供商 有点像是我们原来TSMC在Foundry的角色 就是晶圆代工 他给所有的人代工 跟全世界所有的大厂做朋友是很一致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TSMC已经被美国要求 要去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按照美国国内法的要求 那么arm如果真正被收购成为 因为NVIDIA毕竟是一个美国公司 如果真正被收购完成了以后呢 他需要受到的美国国内法的规范 其实是非常多的 不只是说你将来可以拿谁的生意跟谁交往 同时连你前面的研发 你的研发的最初的资金 就是从头到尾的每一步呢 都要受到美国贸易的管制 那么因此我很同意刚才张老师讲的 在科技就是5G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把它想成只是一个通讯系统 它其实是好像工业革命一样 人类从现在进入了一个快速智能世界的 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那这个突破口呢 美国希望在现在建一个万里长城 用这个所有5G上中下游 从云到管到端 这三个阶段的所有的东西呢 建筑了一个牢固可破的万里长城 这个万里长城有一个破口 就是华为已经在里面了怎么办呢 华为已经有了这么强的地网 那有这么多的 从3G 4G到5G累积起来的地面基地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就只能去拉慢华为的速度 快速的去组建替代网络 才能够再把它的万里长城的这个关口 把它关起来 那么现在选择的 当然第一波我们看到的是用IC 就是卡住你的七寸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 可以有嫦娥在月球背面登陆 用人工计算 可以有深海蛟龙号的中国大陆来讲 不是一个绝对的技术障碍 但是它是一个时间障碍 所以美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拖慢 原来你在就像张老师讲的 原来全球化嘛 因为我这东西可以在别的地方source 我可以便宜的从那里取得 我可以简单的从别的地方买到 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发展 自己开发 那我就把时间去做 其他的核心技术跟能力的发展 现在既然没有全球化了 去全球供应链了 那么中国大陆势必就要去建立 它自己的替代系统 不是不能 而是时间上会拖很长 那么我前段子有看过在中国大陆 目前还是在一个差不多90奈米 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说从90 跳到60到45 一直到现在最夯的这些5G所需要的制程 中间的距离还是有的 所以必须要集全国智慧之力 才能够在短期中间改善 否则的话它就是一个很长的问题 不过我认为虽然这一次似乎是真正用兼闭亲眼的方式 重重打击了华为 但是任正非先生也讲得很好 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底气 其中之一就是现在已经发展出来 而且已经对外揭示的说 他要把原来我们把很多的晶片放在端 我们就是云管端 那就放在这个端 就是client side里面放了很多晶片 跟运算的这个概念挪到云去 所以既然挪到云去了 你手上的手机就只是一个显示器而已 所以你靠的是其他的传输运算 跟其他的这个超级伺服器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底气 底气之一是这个 底气之二呢 其实我认为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 今天大家进入了5G以后 不光是只是你的通讯而已 他涉及到了包括你的智能的一切的服务 智能居家 智能汽车 智能的制造 那这些东西最后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都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本的制造业的实力 比如说今天我要去做智慧电视 那我从这个讲更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智能手机 我从里面的传输线跟我的快速充电线 跟我的其他的显示板 很多很多都是制造业的基础 所以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基础的庞大 以及它的完整上中下游的整合 可能是任正非先生他们的第二个底气 所以5G并不是一个产业的竞争 更不是一个企业的竞争 而是未来科技世界的主导权的竞争 就如同当年有了蒸汽机 产生了工业革命 发展了电脑 产生了电脑的科技革命 看看现在用5G用传输的方式 产生新的智慧革命 都是重新洗牌的最重要机会 刚刚你说的云端的操作 手机云端的操作 我有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是不是恰当 我想提出来 请两位评论 云端操作跟现在的手机 你刚刚讲了 现在手机的计算 它process是在手机上面 云端就不是在手机的 就在很远的一个云的伺服器上面 这个比喻就好像是 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叫电话 电话我们拨在这边 但是交换是在电话公司里面 不是在我们的家里做的 所以这个电话跟交换机的 这个之间的 怎么讲 这个关系 可不可以比喻成一个云端 跟一个使用端的关系 算是一个 可是更好的比喻 只有我们年龄差不多 就是大家都记得 我们最早都是 那个大电脑的时代 我们家里都有一个叫terminal的 那个电脑的终端机 只是让你打一些指令进去 然后你的指令送到了 一个大的电脑伺服器去计算 那个是更准确一点的比喻 但是当你做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一定是这个云电话 或者云5G呢 肯定是美国一定要打压的对象 因为它连你的基本的TikTok 都不相信了 它怎么会相信 你的所有的资料资讯都存在 由华为所掌控的云端中间呢 所以这个云手机呢 显然就是它会掌控 和打击的下一个对象 不过如果这个云手机 是在中国大陆内部 去快速的拓展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是它可以降低 所有人进入5G的门槛 因为现在5G的高阶晶片 就4G的晶片 差不多是7块钱 7块美金 5G的晶片呢 是50块高阶的 那么大概中阶的也要20块 所以显然它的手机 也笨重 然后门槛也高 如果是真的把它变成了 一个云手机的话 那么大家手上拿一个 轻薄短小的 简单的这个门槛 立刻就可以享受到 5G的迅速快捷的服务的话 那么5G的普及率 又会再再的快速提升 换句话说 有些国家又会眼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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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